继续来关心台风动态 气象局已经在今天下午发布了 泰力台风海上台风警报 由于台风的路径一再往北修正 对于台湾南部的影响还要再密切地注意 而气象站也呼吁民众受到外围环流的影响 台湾的东半部 北部还有南部沿海亦有长浪发生 所以民众前往海边活动请特别注意安全 中央气象局12号下午2点30分 发布泰力台风海上台风警报 高雄地区受到台风外围下沉气流影响 周而一整天晴到多云的天气 目前台风路径虽然朝北偏行 南部受影响机会大减 不过还是不能掉以轻心 在9月12号下午2点30分 发布第18号台风海上台风警报 中文名称是泰力 预计这个台风会朝西北的方向移动 所以对我们高雄地区的影响比较小一点 气象局指出高雄周三降雨强度不大 一直到下半天到周四全天雨势才会逐渐增强 住在山区及低洼地区的民众还是要当心 市民朋友要注意的是 这个台风的最新动态会不会再有变动 这是我们要随时更新我们台风动态资料 另外就是我们的沿海 受到这个台风外围环流的影响 我们在12就是今天1314都会受到这个外围环流影响 所以在沿海可能会有较大的阵风 阵风可能可以到达8级 泰力台风对高雄威胁降低让人松了一口气 但受到外围环流影响沿海容易有长浪发生 民众外出时也请注意自身安全 港东新闻张世民洪静怡采访报导